据说有个姓王的被人追杀到酒店的天台 走投无路之下他跳进了地面的垃圾箱 最终依靠垃圾的缓冲成功逃脱 可我们真的能用这样的方式逃生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留言组决定先研究一下垃圾箱里的物体 看生活中常见的垃圾能否提供缓冲作用 于是他们来到了垃圾处理场 而这里汇集了城市中所有的生活垃圾 首先打开的垃圾箱表面堆满了瓦棱纸 这也许能起到一点的缓冲作用 但当亚当翻开纸板后发现 里面全都是木板和钢筋 如果人刚好跳进了这个垃圾箱 估计就会变成羊肉串 所以他们继续搜刮了第二个垃圾箱 而这个箱子里面堆满了各种医疗废弃物 所以亚当表示自己宁愿摔死在地面上 接下来他们再次翻开了第三个箱子 然而这个垃圾箱里却隐藏了尖锐的木栈板 人一旦跳在上面至少也会断胳膊断腿 所以如果在现实中老王大概率是废了 但也有可能是他在偷吃钱踩到了狗屎 刚好跳在了安全的废物上 于是刘烟祖决定找来一些柔软的垃圾来进行测试 看哪些物品能够减缓人落地的速度 以便用在接下来的真人跳楼实验中 首先他们找来了一些废弃的纸箱 可当亚当跳上去之后 虽然纸箱确实有被压扁 但却并没有想象中柔软 接下来他们又用了几包碎纸屑进行测试 尽管缓冲效果还不错 但这样的垃圾并不常见 最后吉里弄来了一些海绵 而他一般被用来做沙发的填充物 因此吉里估计应该具有更强的压缩性 随着亚当的纵身一跳 海绵果然起到了很好的缓冲效果 这就意味着人将承受更小的冲击力 但他又能否保证人跳下来不会摔死呢 下面亚当和吉里决定亲自体验一下 在这里郑重提醒一下大家 接下来的危险动作千万不要模仿 但为避免在实验的时候当场开戏 他们还特意请来了教授传授跳楼技巧 而这个教练是个有着十年经验的老司机 并且在训练中 他们会用这种双层式气垫来提供缓冲 因为上层具有开放的透气口 他能通过排气的方式减缓人的下降速度 同时下层的封闭气囊会避免人直接着地 初次训练他们从四米的高度开始尝试 教练表示跳楼的时候必须后背着地 这样能增大与气垫的接触面积 从而分散撞击力度的大小 并且在落地前保持下巴收缩 以避免后脑勺着地出现脑震荡 在掌握技巧之后亚当迫不及待跳了下去 这次愉快的体验让他格外激动 随后在亚当的怂恿下 吉米也进行了尝试 好在他也出色地完成了所有动作 似乎跳楼并没有他们想象中可怕 于是他们将高度增加至六米 虽然这时两人都开始出现紧张 但等他们跳过之后才发现 这和之前并没有多大区别 显然气垫能为跳楼者提供很好的保护 但为了与跳垃圾桶的结果形成对比 他们在甲人身上安装了加速度传感器 实验时他们会让甲人从相同高度 分别跳在气垫和海绵上 通过传感器的数值对比 就能判断跳海绵垃圾桶的安全性 之后他们让甲人从六米高跳在了气垫上 此时传感器侧的撞击力为11.4个距 而这也将作为安全落地的标准值 紧接着他们将甲人从相同高度 丢进装满海绵的垃圾箱 并且这次测得的撞击力仅有9.9个距 这就说明跳进海绵垃圾箱里 并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但这种箱内垃圾却是最理想的状态 幻衣里面藏着钢筋木棍什么的 那样一定会死得很惨 所以这种行为非常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随便跳龙